8月9日,一张漫画在一群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的帮助下,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,被如愿交到香港警察的手中。 漫画中展现了一位光头警察离去的背影,这位警察便是之前在内地网络上意外走红的香港警员刘警官。 王小姐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,她称自己通过微博联系上漫画作者,作者非常愿意将作品通过他们送到香港警察手中。 王小姐称,送话的念头源于一段警嫂的话,希望借由这幅画表达市民对警察的支持和敬意。 我们的群里面有一位警嫂,她写了一段话,她说有一天在这个地铁上面,她的儿子看到电视上出现了警察的画面,她儿子就大喊了一声,你看爸爸。 然后她的妈妈这位警嫂就立刻捂住了孩子的嘴,说千万不要在外面说,你的爸爸是警察。 我们觉得这个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实在是太不正常了,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为警察出声,一定要告诉警察的家属,你们是非常非常光荣的。 跟随漫画一起的,还有丰富多彩的物资,充满安心的卡片,挥动的国旗和一群爱国爱港市民的加油声。 下午一时左右,约50名香港市民自发来到香港湾仔警察总部门前,对警察表达慰问,向警队致送由作者授权的光头警长漫画以及慰问性。 市民手取爱国爱港标语,小朋友们挥动着国旗和曲旗,地上摆放着鲜花、物资和慰问卡片,卡片上充满了鼓励加油的话语。 小孩子们用稚嫩笔触描绘下心中的香港警察形象,大家高呼口号,支持香港警队严正执法,捍卫香港法治,维护社会安宁。 市民们更自发地筹集资金购买物资,表达对警队的支持。 王小姐称,近日约200位市民在网络上自发筹的1.5万元,购买了方便面、龟铃膏、能量棒、火腿肠等食物。 王小姐表示,警员在一线工作非常辛苦,经常连续十多个小时工作,也时常因餐车堵在路上,而长时间未能进餐,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,为警察带来市民的鼓励,让他们在执行任务之余,快速便捷地补充能量。 市民薛先生则表示,香港是一个国际认可度非常高的城市,亦是中国的一部分,希望特区政府和警察能够带领市民们渡过这一难关。 我说香港是一个标志性的城市,是一个具有国际认可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市,但是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因为我们是来支持警察的,那么我们也当然希望香港的政府以及香港的警察能挺下去,能度过,就带着香港的市民度过这一个难关。 然后呢,通过这个严正执法的形式来保护香港,保护香港的市民。 因为我们也想让他们看到呢,其实有很多香港的市民呢,是支持他们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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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